麥當勞星期一在頭條日報的頭版刊登廣告 又在社交平台發布消息 說停止供應所有咖啡 當眾包括凍熱的優質濃香咖啡 和優質折磨咖啡 最後供應的時間是星期一下午6時 不少網民都留言 麥當勞的咖啡是他們早餐必飲的咖啡 大嘆不捨 有網民就估計將會由 McAfee 的咖啡代替 因為現時麥當勞有不少分店張貼告示 說可以免費升級 McAfee 的咖啡 麥當勞發稿回應停售咖啡的安排 表示為了提升顧客咖啡體驗 未來將會由 McAfee 咖啡接手 麥當勞將會於9月4日晚上6時起 停止供應咖啡為期12小時 全港超過250家麥當勞餐廳 將會於9月5日早起 免費升級套餐飲品為 McAfee 的即磨黑咖啡 4月1日